我们先向大家介绍大型民乐队的组成 同时请大家欣赏几首优秀的民族契乐合奏曲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上海民族乐团的民乐队 他们现在演奏的曲调 您听来是不是有点像京剧的唱香 对了 这首曲调的名字就叫做京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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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般由五六十个人组成 其中包括拉弦乐 弹波乐 吹管乐和打击乐四个声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前排左右两侧的是拉弦乐声部 他们由各种弧信组成 由于他们旋律性比较强 因此在乐队里常常演奏主旋律 这是高弧 这是高弧 中弧 隔弧 爬琴 大爬琴和二弧 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拉弦乐器演奏的 瑶族舞曲片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弹波乐器 顾名思义就是弹和波的乐器 由于他们节奏性强 跳跃活泼 所以在乐队中起着增添色彩的作用 常用的弹波乐器有 柳琴 琵琶 杨琴 中软 大软 三弦 空喉 下面就请您欣赏用弹波乐器演奏的乐曲 手玩手的片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坐在台阶上的这一排是吹管乐声部 左边的是笛子 有邦笛、曲笛和心笛 旁边是高音声、中音声、低音声 还有高音唢呐、中音唢呐等等 下面就请您欣赏以吹管乐为主的乐曲《将军令》 《将军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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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打击乐声部在发言了 我国的打击乐器种类繁多 是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这是定音谷 排谷 云螺 边钟 玉沁 方响 帮子 螺 波 薄 薄 差 灵 等等 下面就请您欣赏他们演奏的曲子 《闹花灯》 》 《闹花灯》 谷子 豆腐 地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今天呢 我再继续向您介绍 民族乐队当中的 拉弦乐声部 二胡 对您来说 可能并不陌生 他在我国民族音乐的宝库中 算是个年轻的小弟弟了 二胡的音色 柔美浓郁 赋予抒情性和歌唱性 因此 在我国大部分的戏曲和曲艺当中 都把它作为主要的伴奏乐器 二十世纪以来 经过我国著名音乐家 刘天华和华严君等人的努力 将二胡演奏艺术 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下面就请您欣赏一首 著名的二胡独奏曲 二全应乐 二全应乐 这首乐曲 以多变的手法和各种花音 深刻地揭示了 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 劳苦人民的痛苦生活 和悲愤的心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高弧的体积略小于二弧 定弦也比二弧要高 它的音色明亮华丽 它的演奏技巧和二弧基本上相同 可是它却有着和二弧不同的韵味和风格 在乐队中经常担任高声部旋律的演奏 广东音乐《鸟头林》 就是一首充分发挥高弧演奏技巧的乐曲 乐曲的旋律生动活泼 以高弧模仿了啾啾鸟鸟鸣 给人们描绘了一副西洋晚照 白鸟归巢的山水画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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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弧的体积比二弧大 琴弦也比二弧粗 定弦呢 也比二弧低 所以 它的音色低沉饱满 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 它常常被采用上下滑音 三度颤音等等技巧 来模仿马头琴的音色和韵味 表现草原的风采 下面就请您欣赏一首 中弧独奏曲《草原上》 优优独奏曲《草原上》 优优独奏曲《草原上》 优独奏曲《草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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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侯 伴侯虽然也是弧听了乐器 可是它与二胡的性格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 伴侯的琴筒是用椰子壳做的 它的琴杆要比二胡的粗短 琴弓上的马尾也比二胡的要多 所以它的音色爽脆 粗犷热情奔放 个性非常强 在任何弃乐曲中 只要一有板弧的加入 您就马上可以感觉到这首乐曲 浓郁的地方风味和强烈的感情色彩 不信 就请你欣赏一首板弧独奏曲 迷糊掉 乐曲曲材于陕西省关中一带的 迷糊系中的曲牌 富有强烈的西北地区的风土人情味 乐曲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我国的民族乐器中 过去是没有低音拉弦乐器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 为了完善民乐队的编制 进一步丰富和扩展民乐队的音色和音语 音乐工作者们经过反复的研究 终于试制成功了我们自己的低音拉弦乐器 格弧 它采用了中国弧琴乐器的特点 琴香呢是用蟒皮蒙着的 同时还吸收了西洋乐器大提琴的优点 用四根弦 解放了弓子 采用了纸板 它的音色低沉浑厚 下面请您欣赏一首格弧独奏曲 三梯枣红马 这首曲子呢 采用了马头琴的定弦和演奏方法 富有浓郁的内蒙草原的风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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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胡 二胡并不仅仅只能表现痛苦妻切的情景 它左右手丰富的演奏技巧 使它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乐曲《战马奔腾》就运用了盾弓 跳功 大机功等等手法 表现了战马斯宁 马骑声声 骏马飞奔 一往无前的气势 车松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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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应用了大击工的技巧 生动地模仿了急促奔驰的马鸡声 双弦快速颤工的技巧 表现了呐喊厮杀的激战场面 作词 李宗盛 快速抖动公子的方法 逼真地表现了战马四鸣的效果 冲锋号响呢 前进